在购买特斯拉电动车之后 安装家庭充电桩便成为了节省用车成本 提高生活质量的不错选择 今天我们就来一步步教大家自己动手安装充电桩 安装充电桩的第一步就是准备选材和安装工具 选择合适的材料来安装充电桩 是确保充电桩的安全和耐用性的重要因素 下面我们来详细聊聊如何选择各个材料 第一,选择充电桩类型 特斯拉提供了两种充电桩 一种为移动式充电桩 另一种为壁挂式充电桩 特斯拉官方推荐壁挂式充电桩 注意 选择移动式充电桩依然需要单独安装240伏插座 以达到个正常使用的充电功率 与此同时控制插座的段落器需要支持漏电保护 因此耗材成本将高于壁挂式充电桩 综上没有特别的需求 请直接选择壁挂式充电桩 第二,选择电线 特斯拉壁挂式充电桩 可承载最大的充电电流为40Bi 如果希望达到最大充电电流 需要选择热塑性塑料高耐热尼龙包覆线缆 承了Plasic Heater Season Melanchote Wire 简称TJJ 电线一共需要三根 6号的黑色和红色两根火线 以及10号绿色底线 TJJ 粘线需使用导管保护 这里推荐比较方便的4分之3寸的金属软管 除了TJJ 粘外 如果40充电电流即可满足需求 那么还可以选择非金属护桃电缆 那么 Telecredit Cable简称NNB 先后选择2分之6号 其包含了两根火线以及一根地线 该线无需再单独购买导管 第三 根据选好的电线类型选择合适的电线卡扣 导管链接头 商品链接请查看视频说明或评论区留言 这里注意 需要根据所选的电线来购买双击断路器 TAJ 战线选择60安断路器 NWB 选择50安断路器 断路器需要根据家庭配电箱品牌来选择合适尺寸 目前常见的有两种尺寸 一种为Carter Hammer尺寸 适用于Carter Hammer品牌的配电箱 另外一种为标准尺寸 适用于除Carter Hammer品牌外绝大数配电箱 最后来准备安装工具 其中必备的工具有 电钻 大小两种钻头 卷纸以及螺丝刀 大家先备好材料工具 下一期 我们来一起安装充电装 关注外国情报局 外国情报早知道